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常常说感情的问题永远都要比工作更复杂 这三个人他们的感情问题会如何发展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个我大概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房子是我今天带你们看的最后一套房子 也是性价比最好的一套 这房子看着是旧了点 但是公摊面积小 得方率高 满五为一 税费低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价格在三百五十万之内 完全符合咱们的一算 这房子您别看小 但是性价比高啊 而且又是学区房 到时候您在想卖的时候绝对不愁卖 小少说得对 现在的房价你们也知道 恨不得是一天八变 你要是这个再不决定啊 多出个十万八万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好吧 当然啦 我肯定是希望我的姑娘能住到一个大的房子 但是没用啊 我的话她不听啊 没办法 你要是有本事 找到一个有实力的婆家 那也用不着娘家跟着出来付什么首付款啊 不是啊 愿打愿来啊 你女儿死气败咧的非要找我儿子啊 对不对 你希望你女儿找个有钱的人 能买大房子的人 那你得有命啊 你得认命 亲家母 我还希望我儿子能找一个 带大房子的儿媳妇呢 真好估计 说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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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个今天咱也转了大半天了 是不是 知道那个也有点累了 所以难免火气大 咱先消消气 我听电话 怎么着 那么着急找我干吗呢 你别告诉我六人看房团的事儿你又搞砸了啊 那男孩他妈呢 也确实觉得那房子有点小 一时一丁 这两家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操作 最后连一张楼上的厨房都买不起 可是他们家的预算也就只够买这样的房子呀 陈寨 要不然你把房子的户型头发给我 我可能有办法 赵本生啊 我晚点跟你说啊 我这儿可能有办法 没有 对啊 是 你说我怎么忘了呢 空间设计就是你的强项 像这样的老房子层高都会很好 都可以达到四五米左右 所以我打算在这个小的卧室里面 引入日本胶囊房的概念 我会在部分空间里面 把它分割成两层独立的空间 这样剩下两层都可以休息 一层的床头边还可以设计这种 可以折叠的桌板 你不需要使用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折叠起来 当做一个床头柜 如果你需要书写或者月游的时候 就可以把它展开当做一个书桌 用起来非常方便 就算以后父母来小住 或者有了小的宝宝 都可以住得下 现在给你们介绍的呢 是魔方家具 哦 是个床啊 这就是一张床 这是一个可旋转电视 在那边可以看电视 这边也挺大 这是一个令魔方家具形成的立方体 这个立方体起到的是橱雾 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个用度 就是可以当做楼梯用 可以上去啊 这个 这样呢 我们就来到上面这个空间了 也是利用这个多层空间的设计 在我们现在这个空间里 就可以实现三个起居室 这三个起居室呢 都有独立的空间 这样就解决了你们家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父母一起来住的问题 哎呀 太完美了 太神奇了 亲家 定了没 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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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伦呢 这一次在剧情里面 饰演的是一位房产中介公司 总裁的儿子 邵鹏晨 一开始呢 他有点玩世不恭 甚至呢 对于自己父亲 一手创立的事业不屑一顾 但是为了所谓的自由 他也接受了父亲的挑战 隐瞒自己的身份 去房产中介公司上班 是的 随着剧情的发展呢 其实这位人物 他的资深的个性 也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 其实这种演艺上的张力啊 对演员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是的 你看这个邓伦啊 他长得好看 演技又被看啊 所以是颜值和演技的担当 而且这一次他对于角色的把握 也是相当的精准 没错 那邓伦他自己对于这部剧 以及这个角色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呢 下面马上进入我们好看中国蓝 对邓伦的独家专访 浙江卫视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邓伦 欢迎邓伦来到浙江卫视好看中国蓝的节目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我的真朋友里面的这个角色吧 这个角色呢是一个 他是一个家庭条件还不错的一个孩子 对 但是呢他因为对于爸爸的心里是有一些的矛盾 对 所以他就去很早的脱离了家庭 然后出国留学了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他从小的一个生活环境和成长环境 和他的家庭的因素 因为妈妈的早逝 然后对于他心里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创伤 对 所以让邓伦这个人物呢 变得像一个满身带慈的一个刺猬一样 对 但是他的内心是很温暖的 对 但是他只是想要保护自己 所以才像一个刺猬一样去面对这个世界的这么一个人 所以可以理解为他一开始是一个完事不公的公子形象 到后面会有转变吗 一定是会有转变和成长的 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他转变了 我觉得是他更多的经历了这个人世间的这个人情世故以后 然后慢慢的他被这个世界的爱也好 或者亲情也好 或者友情也好 然后被一点点的感动 让他重新看待了这个世界 也让他觉得我不能一直沉浸在爸爸对妈妈的那个伤害里 对 我也要好好地对待我的父亲 也要自己勇敢地面对这个世界 Angela Baby饰演的陈真真就是你的搭档嘛 她在你印象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 她是一根筋 对 就脑子不转弯 就是很执着 但是她这种执着会让你觉得她很善良 那你跟Baby合作的时候 会一开始就特别默契吗 还是会有个磨合的过程 我们俩还真挺快的 就是磨合的那个过程 Baby是一个特别感受性的一个演员 她不是去演 她不是去 就是她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所以这一点 其实我们俩还在演戏的这方面 还挺对路子的 所以这样叠加起来 然后这个融入的这个速度 就会比较快 但如果这样的话 你们现场是不是会有很多的急性发挥 这部戏有很多 有太多场戏 都是把剧本的东西都演完了 然后我们俩还继续地在演 就是我之前我惹成真生气了 然后早上一来上班我就老逗她 让我来 别生气呢 你怎么老 老逗她 然后她也不搭理我 别生气了 你看 你看 你现在心眼儿小的 昨天晚上都给你试好了 你还挂好电话 那都哄你半天了 你怎么 穆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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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总已经做出承诺了 这套房子十天之内必须要交易 所以你们都给我好好努力 不要再给爱玉佳丢脸 明白吗 从今天开始 拿出你们百分之百的热情来 谁先把这套房子卖了 双倍提成 好 好 小心 穆总慢走 穆总慢走 说话吗 其实这场戏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俩之间就是 还是没丢了之前的那个东西 就是她站起来回答问题 我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 还在那儿 她在那儿逗她 你知道吗 对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 就是我们俩拍着拍着 尊而然出来的两个人之间的那种 那种默契 剧中的少鹏城呢 被誉为说是毒蛇甜心 你觉得这样的性格会打人喜欢吗 应该会是个挺有意思的人 他应该会其实挺给别人带来欢的 我自己看了一点少鹏城 有的时候少鹏城也能把我兜了 我看少鹏城会忘了这人是东文 也可能我平常确实不是那样 对 然后这少鹏城 包括刚开始我看了 我还跟工作人员说 我说这少鹏城太气了 就是他真的太贫了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挺希望 身边会有一个这样的 就是一个团伙里 都会挺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他会给大家带来欢乐 好像因为话题也永远不会断 然后这个也永远不会冷场 我们今天节目组呢 还准备了一个小游戏 就是我喜欢你 通过访问我们可以看出 邓伦真是一个真性情的人 所以接下来的剧情呢 非常值得期待 敬请收看 每天晚上19点30分的 《我的真朋友》 是的 我们的电视剧呢 非常的好看 同样我们的自办栏目 也值得大家期待 《奔跑吧》 已经播到第五期了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的兄弟团成员 依旧是奔跑在佛山 这一次的情侣特辑 可谓是温情满满 我们的嘉宾吴景岩 还有奢施马 还有张嘉妮 他们也是看电视组 那么本期到底有哪些亮点呢 我们马上一起去回购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考察的 第一站南风古灶 它建于明代 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柴烧龙窑 很多陶艺大师 现在还在这里烧制自己的作品 今天你们十位来佛山考察 想要和当地的人做生意的话 首先必须要懂一点粤语 我们对赢了 我们俩稳了呗 对 我觉得 应该给他们两位 找一个松山的观众 找佛山的不太靠谱 安山的怎么样 对 给他们配安山的 请来领取这种卡 我跟你讲 我讲的话 挺好的 我平时不讲 粤语 没恩姬 每组成员和一位佛山市民搭档 三人用粤语演绎经典影视剧作品 不得恩姬 率先完成的两组胜出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在这个表演过程当中呢 会有佛山的市民加入到大家 好 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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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个桥段有点吸不起来了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段原版的片段 你给我看清楚 这才是我要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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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回吧 我先不走 除非压着你一块走 这老天啊 我真受不了你 你干嘛这样子 要这样演吗 表演过程当中呢 需要用粤语来演的 先给大家五分钟的准备时间 快快教一下粤语呢 大家如果过程中遇到问题 你们可以打开小红书APD 来找找经验 这我可以推荐给他们 你们要学广东话吗 这个广东话攻略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小红书吃穿住行 各种生活经验都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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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不走 走 我又走了 对我一起走 对我一起走 你冷静点 你为什么这么傻 我 你为什么要一个人对他 我便逼你 一起走 一起走 我老头停 我真的信不住 一定的 制裁是我的女朋友 郑卡吴景言 第一次挑战 请准备 3 2 1 Action 你可以看清楚 这才是我要的女孩 你跟我看清楚 听不见 大点声 你跟我看清楚 哈哈哈 这个 这才是我要的女孩 加油 这个才是我要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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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去吧 你走 你走 不要不走 不要不走 又走 你拿着我 呀 吹 哈哈哈 哈哈哈 拿着我 不需要 不需要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会走 哈哈哈 我真的送到你啊 他 有忘诚了 这一轮挑战失败 请继续准备 哦 一错一个都要重来啊 对呀 一个都不能错 我听的 我听的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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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终于找到这个表演的真谛了 是吧 我这个收不得了呀 哈哈哈 哈哈哈 接下来请 没事再来 我 来 琴姐 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 琴琴 哈哈哈 告诉大家 你来之前 练了什么拳 红圣 赛里伯船 红圣 赛里伯船 哦 哈哈哈 哈哈哈 琴琴 帮我扣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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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你知道吗 你是所有来参加的这些朋友里面 最让我有安全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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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雅儿哥拍广告腿有伤 给雅儿哥一个特权 就是夹三个气球 还可以夹气球 夹爆三个 请准备 好 你跟我说清楚 最果是我喜欢的女孩 我要的女孩 不要 你真是错了 不 最果是我喜欢 S 好 这个是什么 這個時候我死看你 離開 我唱著了 我死看你 離開 你先回吧 我拼不走 要走 也要 愧著你 一起走 我的腦瘋 我撐不住 不要那麼衝動 你有甚麼事你衝著我 不要這樣對他 挑戰失敗 因為阿姨加了好多詞 你要賣誰你衝著我 不要那麼對他 沒關係 清清 我們再來過 他的粵語是一點粵語的感覺 都沒有 一個才是我喜歡的女孩 接下來是陳哥和奢侈曼 你給我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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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才是我要的女賊 才是我要的女賊 女賊 女賊 這個才是我要的女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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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有一句台詞 天啊 我真的送不動腿了 沒事阿姨 沒關係 我們還有機會 寶貝 盧克斯 第一次挑戰 請準備 我先給大家前情提要一下 我和盧克斯剛剛在外邊 騎完電動車回家 所以我們兩個戴著帽子 對 他要介紹給我他最喜歡的女人 好 我就不相信這個世界上 除了我之外他還想要誰 你給我看清楚 這個才是我要的女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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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回去 我騙不走 叫走,我也要壓著你 一起送 我天啊 我送不到你 你冷靜一點 你為何這樣對她 吃水了 不好意思… 謝謝 恭喜Baby和盧克斯 第一個完成挑戰 我們還有一個名額 剩下的成員還要加油了 你給我看清楚 這個才是我喜歡的女生 你給我看清楚 這個才是我喜歡的女生 你給我看清楚 這個才是我喜歡的女生 我要的女生 喜歡的女生 我要的女生 我要的女生 你回去吧 我來保護你 我還不走 要走我都預約住你 開一切走 我這個老天的 吹死我了 吹死我了 我真的頂不住 你冷靜一點 我頂不住 冷靜一點 我頂不住 冷靜一點 我頂不住 冷靜一點 你怎麼這麼醉 入戲了 搞正失敗 我告訴你 王眼琳不要給自己加戲 好 好,我們走 我們走,沒事 但你這個很好笑 這是誰給我的 好 接下來 卡牌和錦炎 進行你們的第二次挑戰 一邊過 一邊過 你跟我看清楚 這個 成是我有個女孩 這個成是我有個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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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翻身 我…切不住 要不要壓住我 一起走 郭婷娜 我真的想不到你 冷靜一點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她 謝謝 恭喜卡牌幾年 通過 好 好懶喔 恭喜 VABY和卡牌你們兩組 在這一環節當中獲勝 我們前面有提到過 你們當中 有人有特殊身份 在你們身後的陶罐裡 有一份報紙 有一個報紙 不會又是我們什麼前世今生 什麼的嗎 不會啊 奔跑報 奔跑報 燒陶大師家中遇害 昨日鎮上發生一起凶殺案 昨日鎮上發生一起凶殺案 著名陶藝大師陶某 於家中遇害 據目擊者描述 與這起案件相關人員 身上都帶有特殊的圖案 案件正在調查中 1919年3月 這個圖案 那就是在我們幾個中間了 凶手 今天大家 居在這裡考察 並不是偶然 你們十個人 都跟一百年前的 這些案件有關 今天我們的最終環節 你們需要回到一百年前 解開當年的秘密 而你們在案件中的身份 都藏在你們的徽章中 請各位成員依次 查驗你們自己的身份 好 我自己照顧 讓他們一樣 啊 搞得這麼神秘啊 來 我看看 我好緊張啊 怎麼猜出來啊 我會記住的 我會記住的 感謝各位收看這次的 好看中國欄 當然別忘了每週五晚 一定要收看我們的奔跑吧 好 讓我們下期節目 待會兒